据中央社等台湾媒体1月23号报道,台湾知名作家林清玄在家中安详去世,享年65岁。 作为高产作家,林清玄作品在大陆广为流传,多篇散文入选大陆语文教材。 林清玄1953年出生于高雄岐山,1972年考入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世新大学电影系。 当天下午,中心社记者来到林清玄母校,追寻她轻松的学生时代。 翻开1975年的毕业相册,泛黄的纸张上保留着20多岁的林清玄校园生活的点滴。 据她的同学黎俊有回忆,那时候的林清玄是一个有才气的清俊少年。 就谈人生啊,谈文学啊,谈未来的理想啊,都谈这方面的事。 那时候她就立志要写作,基本上她是一个很纯朴,很重感情的一个人。 她的文章都很生活化啊,然后就很感性的那一类的。 大学期间,林清玄非常活跃,不仅为了宣传理念四处演讲,还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奔流杂志、新闻人周报,分别担任总编辑、总主笔。 黎俊有说,林清玄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极好,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。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,我曾经有一篇文章三四千字,要再分流,分流杂志登。 结果她审核的时候,她看的时候,四千多字给我创存一千多字。 而限于篇幅了,那很佩服,能够大刀过骨的这样,把文章很精简的删掉。 毕业后,林清玄曾任职于台湾中国时报、工商时报、时报杂志并获多效文学奖, 曾连续十年被评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,创下150次再版的热卖记录。 30岁前拿遍台湾所有文学大奖,文章数度被摘录进入语文课本,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。 此外,林清玄的《桃花心目》等多篇作品还入选两岸、香港和新加坡的语文教材。 阳光的味道还曾作为大陆高考考题。 十几年来,林清玄常参与两岸交流,她曾表示,两岸交流走在最前面的应该是文化, 两岸文学应该手牵手。 林清玄一生笔工不错,她曾说,当一个作家特别幸福, 要写到倒下来的那一天,如果有一天离去,希望书与读者相伴。 林清玄常参与三岸文学应该手牵手。 这个地方连我装的单脚肯定是春年。 英文成熟る,每个都是妈妈懒的相机最传承说,